大家好,我是Stan 从出道第一章专辑开始 连续发表的11 Labo Dive After Like 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时拿下了新人江与大声 并横扫了2022年韩国姻缘榜的四代女团Ivo 将在4月10号以正规第一章专辑回归 而在那之前的3月17号发表了先公开曲Kichi 这首歌再公开不到一天 就登上了美论排行榜的一位 阻挡了连续98天维持一位的Nuji's Tito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Ivo先公开曲Kichi 韩国网友们的正式反应 Ivo现在完全就是大众人的取向 直接就登上一位了 Nuji's与Ivo短期间应该会继续这样吧 因为是收录曲所以不算是不好 但是副歌部分不怎么样 不过还是非常期待他们的主打歌 风格概念歌曲都好喜欢 我真的觉得不怎么样 继续听的话又会被洗脑吗 一开始觉得不怎么样 所以听一半就关掉了 但是又来听了 莫名的会一直想到 Ivo歌曲中最不好听 因为是收录曲所以不想多做评价 但这次是针对海外吗 就是在海外流行的风格 不管怎么样 抢望洋开头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可能我不是粉丝 所以感觉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风格的声音 比起罗布戴姆 我更喜欢这首歌 原来意见这么分歧 真的太好奇主打歌了 歌曲开头觉得 哦 但是到了一半 就莫名的感觉很土俗 我真的好喜欢 先公开曲是这种平静歌曲的话 主打歌应该是很快乐的歌曲吧 好期待 考虑到韩国网友们一向对新曲的评价非常刻薄 留言整体的反应算是非常好了 然后在Kichi公开后 就有网友们指责 这首歌part分配的非常过分 其他成员都平均分配了20秒左右 只有李己 对此韩国网友们的反应非常对立 第一次看过收纳主唱的这种情况 Kichi公开曲不能只算是普通的收录曲 最近先公开曲比主打歌成绩好的组合也很多 只是这首歌跟李己清凉的声音不适合所以才这样的不是吗 难道是公司不喜欢 不过主打歌的时候应该会很多吧 所以对于Ib的新公开曲Kichi与李己的part分配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周期是3月28号上午9点 因涉嫌4种毒品被警方传唤 接受12小时调查的演员余阿尔 在离开警局前 开口道歉了 因为不光彩的事情站在这里 让支持喜欢我的观众们失望了 我对此深刻反省 对不起 但是在这之后的发言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我过去似乎陷入了我个人的叛逆行为 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困扰的自我合理化 很抱歉这么晚才表态 虽然大家看到这样的我可能会感到不适 但是我想将这次的契机 能够让我以后活出更健康的人生机会 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并表示因为调查还没有结束 所以现在不能公开更多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什么叫没给人造成困扰 现在因为你有几个电影不能上映 都不会对不起那些演员们制作组们投资者们吗 还是一样的喜欢狡辩 以后活出更健康的人生机会 是谁把那机会夺走了吗 自己搞砸后还说废话 他妈的好像到现在也无法判断现实 太奇怪了去接受治疗吧 说反应却雇佣了超豪华律师团 然后没过多久 于阿尹再次对这次的争议发文道歉 同时也向合作的电影 电视剧广告等的工作人员们道歉了 给大家带来的损失 我会努力尽到责任 意识到这是任何借口都不能掩盖的错误 以后会认真对待今后的调查 也会接受大家所有的指责跟法律的审判 对于于阿尹的道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